《星島日報》被美國司法部指定為外國代理人 袁國勇指疫苗破滅不到病毒 呼籲市民打針與病毒共存 中共下令阿蘇斯立學校 集思想在秋天進入課堂 中共整肅飯圈鄭麗穎的工作室被禁延15日 賀錦麗訪問越南 促國際社會押止中共霸凌 韓國研究說Delta患者病毒量載量高300倍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8月26日星期四 歡迎大家收看大紀元的直播節目 新聞7點鐘 Isaac 我們先看第一宗新聞 美國司法部近年來加強了對外資媒體的審查 香港媒體《星島日報》在美國的分公司 最近被美國司法部要求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美國媒體AXIO於週三率先披露 美國司法部已下令美國《星島日報》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報道稱美國司法部已判定《星島日報》 美國分部的做法已符合了外國影響活動的條件 《星島日報》則聲稱其在香港的母公司歸私人所有 而且不受中國共產黨的控制或影響 《星島》在美國營運的業務包括紐約、洛杉磯、 舊金山的報紙 和位於加州柏林格武的一家電台 其在美國報導內容有超過一半是從中國深圳一家名叫 Star Production的公司購買而來 根據響應政治中心的統計 2016年到2020年中國當局的外國代理支出 從1000萬美元左右飆升至將近6400萬美元 主要用於宣傳活動 警方國安署昨日向支聯會常委等人發出信件 信中提及到警方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引用《國安法》第43條要求支聯會提交資料格 綜合媒體消息 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提供警方向他派發的信件 信中稱基於警方的調查 警務署署長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根據《廣區國安法》第43條附表5要求支聯會提供資料 包括支聯會成立以來在港職員和成員名單 及有關人士的個人資料 如住址、電話號碼等 支聯會2014年起至今的會議記錄 另外警方又要求支聯會提供其在港資產、收入來源和開支等資料 包括2014年起和華人民主書院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黎智英前助理Mark Simon 以及中國境外的政治組織的所有交易和金錢往來 信中舉例有關的政治組織包括民主中國陣線、Asia Democracy Network、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及收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款項組織等 警方同時也要求支聯會提交和上述組織或人士的活動資料 並特別要求周恆彤解釋在2021年2月4日收取Asia Democracy Network 約3,000元款項的原因和用途 據悉警方也有向支聯會其他常委和相關人士發信 要求他們提交資料 《立場新聞》的報導指信中更要求周恆彤作為支聯會幹事 要確保支聯會在9月7日或之前提交警方所需的資料 否則積屬違法 一經定罪最高可以判罰款10萬元和監禁6個月 有消息指劉慧卿、關上義、陶軍行等也收到信件 政治學者鄭宇錫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提交的資料涉及華人民主書院、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有關的組織與海外及中國國內民運人士有較多聯繫 擔心有關資料會導致民運人士被打擊、扣押或起訴 由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今日引述消息表示 香港民主中國陣線的負責人黃元璋接受調查 他被要求提交有關資金和活動的資料 在調查是否違反《國安法》 報導聲稱香港民主中國陣線多年來 連同其他組織、策劃及舉辦各種示威等活動 並舉例說明該組織在每年6月都會同支聯會、民陣、 獨立中文筆會等組織在全球發起集會 而黃元璋是民主中國陣線香港分部的負責人 現任總部理事會成員 報導有稱《國安法》實施後 該組織香港分部所擔當的主導角色稍退 但國際線仍活躍 例如該組織美國分部的網站 堅持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共病毒 恭賀反華人士出獄等 根據民主中國陣線網站的資料 該組織於1989年在法國巴黎成立 由流亡海外的89民運參與者 和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發起 是海外中國民運組織 其基本綱領包括保障基本人權 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 香港律師會在24日舉行了會員大會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馬道立 在會上獲頒受律師會榮譽會員 他在致辭時指出律師對公眾利益有責任 並且指法治和司法獨立 並非一個政治概念 呼籲律師要繼續為法治發聲 馬道立其後向傳媒提供支持的傳聞 他指法律執業者條例除規管律師的職能之外 也要求律師著重公眾利益 他俗指事務律師在普通法下對法庭負有責任 要秉持公義和對公眾利益負責 馬道立認為維持公眾利益的首要是支持法治 他強調法治不是一個政治概念 而是以法律本身和法律的精神為基礎 當中包括了司法獨立 即是法官無謂無懼以及公正地履行責任 另一方面法治也包含了法律之下的公平和平等 他形容這是正義的本質 馬道立又稱讚律師會明白法治的真正意義 過去在必要時毫不猶豫為法治發聲 路透社則引述一些與會律師指 認為馬道立今次的表態並不尋常 因為退休後的高級法官一般都會比較低調 而馬道立回覆指自己的言論並非針對任何人 也不會評論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等人近日的言論 由於疫情持續不少國家都改變防疫策略 令社會與病毒共存 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趕助教授袁國勇 今早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 呼籲可以接種疫苗的人士應該趁清零時候接種疫苗 做到全民接種後下一步就是放寬防疫措施與病毒共存 袁國勇和另外兩位微生物學系專家 龍振邦趙希陽昨天在《明報》撰文 指圍堵清零和病毒共存的兩種防疫政策並不矛盾 袁國勇今天在商臺節目表示 清零只是短暫政策和撲滅病毒有所不同 香港應該利用清零的時間大量接種疫苗 然後再放寬防疫措施 袁國勇表示新冠病毒的基本繁殖率由最初的2.5上升至7 加上變種病毒令疫苗的有效率下降 形容透過接種疫苗形成群體免疫的想法已經是空中流閣 不設實際 另外它只有數據顯示疫苗雖然沒有辦法阻止病毒傳播 但能有效避免感染新冠後出現重症和死亡個案 呼籲市民只要適合就應該接種疫苗 他認為社會的共同目的是避免令供應醫療系統承受不必要的負荷 接種疫苗後即使感染病毒無需住院治療 好像雙方一樣只需食藥和休息 他認為要先做到全民接種 然後才可以與病毒共存 對於近日有人憂慮接種復必泰疫苗後會出現心肌炎 他認為除非接種時錯誤將疫苗注射入證物 否則風險毫低 東京茶奧會今天來到第二天 三名女劍手 余翠義、吳舒婷、黃、中遠平分別出戰A級和B級女子重劍 而吳惠惠和黃婷婷參加女子TT11級乒乒單打項目 以3比1擊敗上界金牌得主斯米娜 取得小組賽兩年勝 明日將迎戰日本球手 而另一位港隊球手吳梅惠不敵俄羅斯代表浦哥菲娃 在小組賽累積一勝一負 明日迎戰波蘭代表 曾參加五屆奧運 奪得七年金牌的七金劍後 余翠義和吳舒婷出戰A級女子重劍個人賽 余翠義在八強賽不敵中國隊代表榮正 他在賽後表示對結果感到失望 指自己心態出現患得患失 未能運用準備好的戰術 他表示會收拾心情 準備明天的女子重劍團體賽 希望港人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 而另一名劍手吳舒婷則不敵俄羅斯劍手止步十六強 第三名劍手鍾遠平 在B級女子重劍個人賽小組賽中 以一勝五負的成績排名第十三 無緣晉級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表示 現在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 聖耀王權俄羅斯王家珍品展 將會在8月29日星期日結束 不想錯過展覽的市民 可以把時間去參加 展覽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 開放時間為星期一、星期三至星期五上午10點到下午6點 及週末上午10點至晚上7點 展覽展出170組由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博物館收藏的 各類俄羅斯真品 例如權杖、聖物、馬具、武器、工品、 手飾及玩具等 展述16至18世紀俄羅斯沙皇的加冕典禮 出行儀式、軍事權力、外交禮儀和公廷生活 反映當時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環境 如何製造俄羅斯君主王權的威儀 此次展覽由康諾及文化事務處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博物館 聯合主辦、香港文化博物館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博物館 聯合籌劃並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贊助 為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之一 為了表達對強制接種疫苗的抗議 一名湖南居民向當地公安局申請遊行 意外得到大批民眾的支持 8月24日下午湖南省豬州市居民 程曉峰向豬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隊 逮加阻返強制接種新冠疫苗的集會、遊行和示威申請書 程曉峰向《大紀元時報》表示 大量民眾的支持和讚賞超出他的預期 程曉峰認為目前大陸推行的疫苗沒有經過三期臨床試驗 完全不符合疫苗法相關規定 當局強制或者變相強制百姓接種 並且簽署致願接種疫苗的意願書一旦出了問題 是百姓自己願意打的和政府沒有關係 這種做法非常可恥 《大紀元時報》記者隨後獲釋 8月25日下午 程曉峰被當地公安局找了去談話 並在傍晚時分回家 在8月24日 大陸女明星趙麗穎的工作室被微博禁言15天 而就在前一天 趙麗穎全球粉絲後援會 官方帳號已被永久禁言 成為今年6月 中國網信辦開展清朗行動之後 首個遭到大規模禁言的粉絲群體 根據網易娛樂等多家大陸媒體報導 8月22日晚 部分網民在豆瓣微博發出趙麗穎將在新劇《野蠻生長》中 第二次搭檔曾經合作過有匪的黃一博 引起趙麗穎的粉絲集體不滿和抵制 除了發起抵制電視劇 也對黃一博和導演傅東玉進行賣罵 並和黃一博的粉絲展開網絡麻戰 時隔一天 微博管理員官方帳號發布公告 明星趙某某的粉絲 在他的新劇未有官方明確消息的情況下 在網絡上拉踩人戰 宣揚抵制 不聽明星經紀公司勸阻 國議組織召集網民發動圍攻 尋釁滋事 微博呼籲粉絲理性追勝 並對參與麻戰的多個營銷號禁言 當晚 微博管理員再發公告 公告處罰結果 在兩派粉絲群中 趙某某一邊有175個帳號被處置 140個帳號被永久禁言 黃某某一邊就有75個帳號受處置 60個被永久禁言 24日晚 微博官方宣布 趙麗永工作室因為管理失毀 造成發聲引導不及時 被處罰禁言15天 中共網信辦 6月15日就在他的官方網站發文說 即日起對飯圈粉絲群體 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為期2個月的清浪行動 圍繞明星網單 熱門話題 粉絲社群 互動評論等環節 打擊粉絲人肉搜索 侵犯私隱等行為 有一位亡命叫小毅希望壞人被懲罰的網友 在8月24日出post 他聲稱曾在2019年被湖南衛視主持人前鋒強姦 他在上海報警之後 目前警方還未立案起訴 8月24日湖南衛視主持人前鋒被女網友控訴性侵 這件事登上熱手 則在一個星期前前前鋒剛剛簽署了藝人藝德承樂書 目前前鋒涉嫌性侵事件還在發酵之中 根據小毅講述 他是一個90後的南方女孩 畢業之後一直從事電視演出工作 2018年 他受邀參加了湖南電視台天天向上節目組一期錄製工作 節目錄製完的當天晚上 他回到節目組安排的酒店 收到了節目組工作人員的信息 之後加上了主持人前鋒的微信 小毅提到 聊天過程中 前鋒開始多次邀約他出來吃飯 但從未相見 2019年2月14日 前鋒和幾個朋友 和該網友一起在五角牆附近一家融合菜小酒館吃晚飯 這是實際的第一次見面 當晚 前鋒勸他喝了很多果酒 晚飯之後 他頭特別暈和難受 意識模糊 強烈懷疑酒中可能被下藥 小毅說 在第二天醒了之後 發現自己一絲不掛地躺在一張陌生的床上 身邊有一個絕得乾淨的裸男 前鋒 通過聯繫事發當晚的網約司機 以及查看前鋒小區的夢發現 前鋒趁他意識不清 將他強行拖回家裡 事發之後 小毅選擇了報警 警方帶他驗傷 結論是下體撕裂傷 但到現在仍未立案 期間 前鋒曾經想通過打錢、控騙等手段 押下這件事件 小毅說 自己手中有陰頻、視頻、文字證據 並願配合一切調查 根據頭條娛樂報導 就在前鋒被爆涉嫌性侵的一個星期前 他剛剛參加了湖南衛視做合格的新時代文藝工作者 帶頭營造風清氣正的活動 並且簽署了藝人藝德承樂書 昨天中共教育部等八個部門聯合發出通知 進一步打壓私立學校 與此同時 習近平思想將會正式進入中小學課堂 對學生展開全面洗腦教學 星期三 中共教育部官方網站發表了教育部 中央編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八部門聯合印發的 關於規範公立學校舉辦或參與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通知 對公參民學校的範圍進行了界定 各地不可再審批、設立新的公參民學校 而早在一個月前 多省教育部門已經發通知 民辦初中小學 學生人數佔義務教育學生總數的比例 將會調減至5%以下 原則上 不再審批新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 評論人士指出 中共在經濟領域大搞國進民退 在教育領域清理校外教育機構 而教育部發出的通知 就是要在教育界推行國進民退 以此同時 中共加大力度 對中小學生的意識形態進行管控 中共國家教材委員會已經要求 大陸中小學在秋季新學期開學之後 全面學習習近平思想 而且不只是一門單一課程 而是融入所有專業課程中 從小學到大學全面洗腦 有專家認為 這是要中國人 從西就失去獨立思考能力 最終達到中國人對共產黨的徹底臣服 以應付即將倒臨的全球和中共脫勾 向中共追責的局面 美國副總統何錦麗昨天訪問越南 承諾會在多個關鍵領域提供支持 同時何錦麗也呼籲國際社會 加大對中共的施壓 對抗中共在南海的欺凌行為 美國副總統何錦麗星期三抵達越南 成為治越戰後 首位訪問越南的美國副總統 在與越南國家主席的會議中 何錦麗表示 美越關係在四分之一世紀裡 取得了足掌的進步 何錦麗還批評中共在南海提出的過分要求 星期一在新加坡過錦麗指責中共 以脅迫和恐嚇的方式 在南海水域提出非法的主權要求 何錦麗宣布 美國將向越南再捐出100萬劑COVID-19疫苗 捐贈數量達到600萬劑 同時美國疾控中心 將在河內開設一個新辦公室 以及一系列對越南援助和支持計劃 涵蓋從經濟、安全、教育到戰爭遺留問題等多個領域 在這次何錦麗訪問越南前夕 河內爆出不明聲波攻擊事件 讓何錦麗的到訪因此被推遲了3小時 就在推遲期間 越南總理范明正和中共駐越大使 舉行了一次先前未宣布的會議 會上中方宣布向越南捐贈200萬劑疫苗 賀錦麗表示將支持將美、越關係 從全面夥伴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 美國近期已經批准了供應商 找出他們出售用在螢幕、感測器等 汽車零件晶片給華為 由於車用晶片相對沒有那麼精密 所以審批標準也會降低 路透社8月24日引述兩名知情人士指出 美國當局已經批准供應商 可以出售價值數億美元的汽車零組件晶片 給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 之前華為被美國政府列入商務部企業清單 很難獲得發展手機和5G技術所需要的先進晶片和技術 報導指出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商 在美國前政府任內 美國商務部以國安疑慮為由 將華為列入企業清單 企業未經許可不可向華為出售美國產品和技術 現任總統拜登今年3月再擴大禁令 限制企業向華為提供5G設備 同時美國也積極遊說盟友 將華為排除在各國5G建設外 由於這些限制華為面臨了網絡設備 和智慧型手機的銷售困境 因此轉移發展其他較不容易受到貿易禁令影響的業務 之前人士表示美國近期已經批准了供應商 允許他們出售用於螢幕、感測器等 汽車零組件的晶片給華為 由於車用晶片相對沒有那麼精密 審批標準也會降低 之前人士透露 美國政府正在發放車用晶片許可 其中可能包括具有5G功能的零組件 此外 供應商獲得許可 能夠向華為出售價值數千萬美元的晶片之後 華為也要求供應商再次申請 能夠提供總額更高的晶片 價值可能是1億至20億美元 相關許可通常有效期是4年 對此 美國商務部發言人說 美國將繼續實施一貫的許可政策 限制華為獲得商品、軟體和技術 用於可能危害美國國安和外交利益的活動 不過該發言人說 商務部不能公開相關許可 是否獲批准 華為就拒絕置評 台灣和日本的執政黨議員 將於8月27日第一次舉行安全會談 目的是對抗中共日憶號戰的軍事威脅 8月25日台灣的一名議員表示 台灣和日本的執政黨議員 將於27日首次舉行安全會談 自在對抗中共日憶號戰的軍事威脅 而中共對這個消息感到助納不安 外交部發言人黃文斌25日表示 日本應該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來自台灣主要的政黨之一民進黨 和日本的自民黨的兩名議員 將於8月27日舉行一場 名為2加2的在線安全會談 與會者民進黨立委羅智政告訴法新社 這是日方發起的首次這類對話 我們將討論外交、國防和地區的安全問題 他表示會談將解決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安全問題 而日本自民黨外事委員會負責人秘書 確認了日程安排 自民黨負責外交事務的議員佐藤正九 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 會談是必要的 因為台灣的未來對日本產生嚴重的影響 由於日本和台灣是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執政黨內的議員之間的會談可以代替部長級的會談 佐藤說未來自民黨的目標 是與台灣政府官員舉行更高級別的會談 他表示 這就是我們認為目前台灣局勢的重要性 佐藤和另一名自民黨的大重託 將於8月27日和羅智政民進黨立委蔡適應在線會談 一台會談是民主政府之間更加協調一致反應的最新跡象 民主政府對中共在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 越來越強硬的行動表示擔憂 來自美國、台灣和日本的議員們 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於7月會面 討論如何給台灣提供更多的支持 韓國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感染了傳染性更加高的 Delta變種病毒確診者 它的病毒載量比感染原始的中共病毒的患者高出300倍 Delta的高傳染性可能令疫苗效力大大降低 Delta變種的快速傳播令亞洲大部分地區操守不及 韓國的一項最新研究比較了感染Delta變種的1848名患者 和221006名感染其他中共病毒變種患者的病毒載量 Delta感染者病毒載量高出300倍 韓國衛生部官員 Lee Sang-wan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Delta感染者病毒載量更高 這個意味著該病毒株更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導致感染和住院人數增加 但是他補充說 這個並不意味著Delta的傳染性要高300倍 我們認為它的傳播率是Alpha變種的1.6倍 大約是該病毒原始版本的2倍 韓國疾病控制和預防機構KDCA8月24日表示 隨著時間的推移Delta感染者的病毒載量會逐漸減少 4天內將減少到其他毒株的30倍 9天內減少到十幾倍 10天後更與其他變種的水平相當 Delta變種的高傳染性也對疫苗提出了挑戰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8月24日發布一項研究顯示 自Delta變種廣泛流行以來 已完全接種疫苗的醫護人員受到的疫苗保護力下降 該項研究的時間從2020年12月開始至2021年8月14日 對六個州的八個地區的醫護人員和其他日線工人進行調查 結果顯示 在Delta變種佔據主導地位之前 疫苗的有效升為91% 此後下降到66% 美國斯克里斯研究所分子醫學教授和研究副主席托波爾博士說 他覺得不只是疫苗的效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減弱 而是與Delta變種的高傳染性有很大關係 另一項研究發現 5月至7月期間 雖然接種過疫苗的人住院率明顯降低 但洛杉磯的中共病毒病例中 約有四分之一是突破性病例 根據證券時報在8月24日的報導 大陸山豬期貨主力合約2201 在幣24日 大陸山豬期貨主力合約2201 跌破到1萬7千元人民幣一噸大關 刷新上市以來的新低 同時獸肉營豬肉欄均價同比下跌了60.43% 面對瘟疫的復燃 市場原本預期8月份豬肉價格反彈的願望落空 據手珠網數據 8月23日 全國獸肉營豬出欄均價每公斤14.7號8 較上一天的每公斤14.75 上升了每公斤3仙 單日升幅0.2 較去年同期的每公斤37.4 下跌了每公斤22.62 同比跌幅60.48 近一週以來 豬價程小幅下行的態勢 目前最低價東北地區 行程維持在13至13.5元一公斤 南方高價區大部分市場 亦出現不同程度的回落 除廣東和海南兩省高位持穩之外 其他各地維持在15.5至16元一公斤左右 對於近年來豬肉價格下降 報道稱目前大陸山豬供應量較為充足 這些成為導致豬價難以提振的原因之一 此外 瘟疫重減也導致對豬肉的要求下降 下游消費雖然表現持續不佳 受瘟疫散發病例增多 餐飲行業以及戶外旅遊消費需求受到阻礙 縱端消費季節性轉好不及預期 卓創資訊分析師牛志對此表示 受瘟疫防控局勢升級影響 國內消費深受打擊 瘟疫管制帶來的負面效應 不斷發酵 聚餐聚回現請等活動受限制 原本8月下旬陸續展開的 升學宴基本停滯 豬肉價格持續下滑 養殖戶虧損不見好轉 中共農業農村部監測數據顯示 6月份養豬長戶每頭生豬 銷售收入為2056元 養殖總成本2185元 每出售一頭商品豬虧損129元 豬肉企業虧損的同時還要面臨 治療價格上漲的壓力 手珠網消息稱 8月16至22日 新希望 正邦 海大 安有 特區 澳華等一大批 治療企業陸續宣布治療漲價 豬料 雞料 魚料 紛紛上漲 上漲幅度是50至125元一噸 明天8月27日週五的天氣預測是 有幾陣趙雨 點站時間有陽光 日間局部地區有雷暴 氣溫介乎於27至31度 相對濕度75至95度 翠東風 風勢達到四級 我們一起看看天氣概況先 高空反氣旋會在未來幾天 持續覆蓋華南地區 但高空擾動會為廣東沿岸 和南海北部帶來趙雨 另外 預料一度廣闊低壓槽 會在下週中期影響南海北部 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 會有幾陣趙雨 短暫時間有陽光 今天的直播節目 新聞7點鐘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守護真相絕對不會放棄 我們的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 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是Zek 下次再討論大家 見面